而这位前奥运网球女国手翁子婷和戴亚她15岁的台湾女富商 现在传出了两儿一似有情感以及财务的纠纷 高达9000万台币呢到底是不是被翁子婷给花用了呢 甚至传出两个人居然就在网球俱乐部当众辱骂摔手机 而现在呢官司更在台北跟香港两地开打 2000年在全国网球排名赛丰厚的前奥运女网国手翁子婷 传出与大她15岁经营婚纱礼服制造的女富商应景交往5年 今年闹分手两个人翻脸对付公堂 还有高达9000万台币的财富纠纷 听我们教练在俄语啦那我也不晓得 我想说今天大概听说而已吧 后来是进来真的翁子婷 没有已经有一段时间我没看到她啦 今年5月应景涉嫌与另一名女子到翁子婷交球的网球俱乐部要钱 而翁子婷上个月报案指控对方当众辱骂她还摔坏她手机 香港媒体的报道已经离婚的应景 六年前凭翁子婷教她两个十几岁的小孩打球 还在香港开户成立信托基金 由翁子婷担任基金管理人 今年两个人的关系决裂 应景要翁子婷还钱 还分别向香港和台湾的法院申请冻结翁子婷的资产和假扣押获准 官司在台湾和香港两地开打 不过上午两个人都没接电话低调一对 我们下期待